请山东一和房地产有限公司 滨海峰公司 侯卫业侯总致辞 有请山东一和房地产 侯总致辞 掌声欢迎 各位领导 嘉宾及到会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我代表山东一和房地产有限公司全体员工 对鲁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创作基地挂牌仪式 百年人生鲁山长城老人摄影展 及大美鲁山寄住相仇 印象桃源摄影大赛启动仪式 选择一和微海桃花园作为创作展示启动地 向鲁山市各级领导 及社会各级朋友的大力支持 表示由衷的感谢 山东一和房地产有限公司 受鲁山市政府的召唤 选择在滨海新区创业发展 凝念二十余年的房地产开发经验 历经三年的移情魔力 守望房子是有人住的理念 公司在董事长的领导下 围绕房地产的居住功能 在鲁山滨海新区景区内 努力时房产品赋予现代服务功能 向康阳转型 从产品设计入手 展望未来 业主入住一和微海桃花园项目 会享受到医护中心的健康管家服务 融入传统文化的快乐管家服务 配备功能餐厅等的生活管家服务 让业主居家安心无忧 让旅行产品的房车品朝向常驻 朝向高路驻律转变 我们谨记打造精致产品的使命 努力给鲁山天才 把我们的项目打造成 文化艺术界人士 向往的地方 文化产品创作产生灵感的地方 是大美鲁山可圈可点的地方 在业主义正业业的朋友 踊跃参加大美鲁山 寄住相求 印象桃源 摄影大展决定 借这次鲁山市文学 艺术联合会 揭材仪式这些文章契机 启动百年人生 鲁山长寿老人 文化 摄影展 利用电视 能媒体 抖音机 短视频 各种遗体自明体活动形式 将美丽的鲁山 推向世界的海内外 最后祝大会圆满成功 祝各位领导 嘉宾朋友们 身心愉悦 不忘鲁山 长寿之乡的称号 谢谢各位 感谢洪总讲话 请不过 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朋友们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贵宝 蕴含着丰富的家风主训 传统美德和家国情怀 这些文化的基因 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 沉建下来的宝贵台库 也是我们今天传承和弘扬的重要内容 今天在这里举办百年人生 鲁山长寿老人伸展 和寻找故乡的记忆 乡仇是一把带启动仪式 再通过展现绿水青山中的家园 记录着当代中国乡村的新风脑 展现鲁山长寿老人的智慧和生命力 同时也让大家回忆起自己故乡和同营 感受乡仇的力量 鲁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创作基地的挂牌 标志着企业融入传统文化 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一个创新的平台 为鲁山市人学艺术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和威海桃花园 以康养为项目开发回营的出发点 以全邻移居环境建设为核心 从生活居住 休闲乐享 健康管理 医养康护 智慧化生活需求等方面的基础和延伸 形成快乐管家 生活管家 健康管家 三大管家的服务体系 六大智慧养老体系 及多项适老化功能 相融合的智慧康养大社区 一和威海桃花园正逐步成为 北中国海滨康养的新地标 县底社会各界的朋友 最后我再次感谢各位领导 嘉宾朋友们的到来和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次活动 收获来感受文化和艺术的命令 谢谢大家